吴老师你好 你好 来先把个人艺术背景介绍一下 我原本是美术系的 那我12年前的时候 我有去上了一个 王宝园的简年研习班的课程 然后再开始去接触这样子的东西 我比较特别就是说 会接触到石灰 这石灰是我以前只有听过 不晓得说他可以做这么大的一种利用 所以我这12年来 大部分我就是朝这个研究的路线在走 那我也特别 我都会带这些东西来跟大家介绍 所以灰阶简年相对就比较素雅一点 对这个灰色简年 它的颜色你有看得出来 就是说它比较不会反光 那现代的人他在做东西的时候 他会要求这个材质上面的一种展现 那我个人是很喜欢他这个的特色 因为他可以呈现这个是透明的 那也可以做不透明的 那像今年我就有特别去做一个 就是不透明的一个灰画 做临摹的动作 那我也希望说接下来我能够把这个东西 能够更灵活的去应用它 然后让更多人去了解到说这个灰 它是可以做很多事的 所以老师后来就是做比较单件式 这种观赏用的就对了吗 除了做这个观赏之外呢 当初我们老师他有提供了一种 就是箱子型的一种做法 所以我也会往这个方向去做 那假如说单件的话 可能是一两尊吧 做一种个人摆饰收藏的东西 我也觉得也OK 所以箱子型就是比较组件 组图那种的吗 对就是像后面这个组图的 因为基本上它的这个简粘的部分 它不是在屋顶 要不然就是箱子型的 所以就是那种传统的 忠孝结义那种主题吗 不一定 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神怪的 因为我觉得它可以比较是 天马行空 你可以做你的一个自己的一种表现 可是有些忠孝结义的东西 它可能这个部分就比较没有办法 比较传统就对 你喜欢创新的 也不是说创新 应该是说我比较喜欢 天马行空的东西 高拐吧 高拐 比如说我就想要做白蛇传 我就很喜欢 或封神榜 八仙那些东西 那假如说是那种 有关于那种历史的 我就比较还好而已 所以老师 你就说后来你就增加这种 平面才会加框这样子吗 我之前都会用比较传统方式 就是说在东方来说的话 其实它比较偏透明的一种表现 比较水墨这种书画的一种表现 可是在西方其实他们一样都在用石灰 早些还没有油画之前也都是石灰 就是湿壁画 那我本身的背景里面 其实它就是这种绘画 那我今年我有特别 也从一些林模 比如说这是西洋的一个画家叫沙敬特 那我去模仿他 然后我去画这个石壁画 有人建议我说 能够多方面去也去尝试这种的 我接下来应该会这样来做 所以它本来是个油画作品 你用石灰然后加上你的这个 就是我用湿壁画 因为我总是对它一个研究以后 我会觉得说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材料 那我想说再多再延展一下 所以湿壁画它的吸水性比较强是不是 很强 那它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我们平常在画 你这个颜色画上去 你就知道它干了大概是怎样 可是湿壁画 你必须要有一点经验 就是说它的衔接也很难衔接 很难做渲染的动作 因为它吸水快 对所以这个石灰的运用 我觉得它有趣是因为它有点复杂 它的掌握度就是说 你要敏感 对它有想象 然后你呢看怎么去沉叠它 事实上我做这些东西的趣味性是 因为有问题 比如说坏掉我不会觉得不高兴 我觉得很好啊 来看看怎么修 大概是这样 就不停的克服问题就对 对它的乐趣应该是建立在这个地方 好老师我们是不是也介绍一下上面这个 这个它就是 里面一样都带铁丝支架对不对 我们比较建议的是用铜铜的东西 因为铜的话它会有稍微的一种生锈 那我们的灰的话它可以抓得更紧 你假如用白铁 其实它是很光滑它抓不住的 我懂 那我们做这个灰我是每年我都会做一个跟生锈有关的 所以我做的是一个龙的 就好像它是一个代表生锈的一个神吧 所以明年就是12年嘛 也许就可以来做白树针 对白蛇针这方面的东西 所以你每年就随着生锈有计划的做一个 对我去年就开始这样做了 大概是这个样子 我也会去做这个看起来比较是我小时候的什么火箭 然后什么科幻的东西 因为我对我来说传统跟现代或是怎样 其实我个人是我不太会去受这个影响 因为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是尽量也还蛮幸运能够接触这个材料 尽量去应用它这样 等于老师是比较晚期才接触 所以等于你本来就有一些你传统的一些技法 可以做一个融合嘛 不像人家做学徒就是从小就是固定做那个模式 对有时候我会想说学徒它有它的好处 那当然我做了12年很多其实是自己在研究 那它的类型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是不会觉得说时间太慢了 因为很多我们在台湾看到比如说何金龙师傅的东西的时候 他已经经过了30多年 他做的东西在这里我们看得到 可是已经过了30多我们才十几年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很自然的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太多 所以他本来就需要一点时间的酝酿了 所有的东西都是需要时间 这一点我是很能够了解的 就吴老师介绍你的本业好不好 你是做艺术教育的 我是美术系出身嘛 那我们每一个人想要说从事创作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我找的另外一个工作所谓副业嘛 就是儿童才一班 那我是从中班下学期一直教 教到成人到不想学嘛 我就是一直都是这样 所以儿童美术他就更有创意对不对 儿童美术其实我很喜欢跟儿童在一起 像这些东西的话我会喜欢跟儿童教 因为我希望说他们能够认识这些东西 就好像说我长那么大我才知道石灰 原来他可以做这么多的变化 就给他们从小扎根了 对那其余的话 其实我是做有点像个人创作的这样 那教学我是比较倾向于儿童的 让他们玩一玩怎么去操作这些材料这样 而且他们越小接触他们的发展可能性越大 对我是希望是这样 我不是叫他们来做这个 而是说这个东西它这个自然财 它是一个可以吸收 它是一个活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都很强调说要自然财自然财 可是我觉得这就是自然财啊 它就是一个循环 所以这个灰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多人去认识它 然后再去用它这样子 好谢谢吴老师 不会不会感谢